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活动区域被限定在这所监狱里 不允许走出栅栏 凯西和露丝是很好的朋友 汤米在画画和运动方面展现出的创作才能 而被当作异类 又因为总是胡乱发脾气被男生们排挤 凯西觉得汤米很特殊 一天汤米被男生们整了在草场上大叫着 凯西上前去安慰她却被误伤 而她看到新来的监护人露西却把汤米安慰得很好 凯西去找露西问了原因便去找汤米一起吃饭 汤米也向她道了歉 凯西发现汤米有点喜欢她 两人之后便形影不离 汤米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 在一次难得的拍卖会上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代辟换一些外面的东西 汤米换了一盘音乐之声的卡带送给了凯西 凯西亲了一下汤米 而这一切的变化都被露丝察觉到了 露丝看着如此享受音乐的凯西 不由心生嫉妒 第二天露西告诉他们 他们的命运是被注定的 他们是为了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自己的正尊的存在 一旦到了捐献年龄 他们就会一次次地捐献自己的器官直至终结 然而没过几天露西就被开除了 校长再一次给孩子们敲了警钟 然而这时凯西却看到露丝和汤米接吻了 凯西伤心地跑回房间 三人都长大了 凯西一直认为他们会分手 也一直在等着他们分手 他们来到了乡居 认识了一对情侣 他们申请了照护者 却因为相爱不想过早捐献器官 而向凯西他们打听缓捐的事情 曾有传说说 珍惜相爱的情侣可以申请过几年再缓捐 而凯西他们却是一脸懵逼 表示自己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政策 这时小情侣偶然遇到了露丝的正尊 便带着他们去确认 露丝心情崩溃了 自己的捐献时间要提前了 露丝便和汤米晚上疯狂作哀 而凯西每天晚上看着这样的场景 性冲动曾家去偷看了小黄叔 还叫了汤米一起 然而却什么都没发生 露丝去找凯西并且讽刺了她一番 凯西绝望地申请了照护者离开了那里 而露丝和汤米最终也分手了 十年后凯西意外地在医院里看到了露丝 得知她已经做了两次捐献 并打算在第三次的时候终结 凯西很同庆她便去照顾她 两人决定来一次旅行并带着同样做了两次捐献的汤米 在旅行中露丝向两人道歉并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 故意阻扰她们相爱 十分后悔 还想好了补救措施 缓捐 凯西和汤米终于在一起了 两人决定拿着露丝找的办理缓捐的地址去试试 然而却悲催地发现 根本没有缓捐这种政策 他们的命运仍然无法被改变 最终汤米还是做了最后一次捐献死去了 凯西望着她们一起度过短暂时光的地方 怀念着汤米 影片结束了 这是一部很让人难受的电影 一群有着既定命运的捐献者 不能有自己特定的人生 不能自由地相爱 只是为了另一个不知道自己存在意义的生命 而屈辱地活着 用新的生命去换即将逝去的生命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我们下期见